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自然界保全的蛮好的 所以蛮容易抓到虫的 那抓虫一直是日本小朋友很爱的一个这种幼年的时候的嗜好 真的啊 包括那个 你说像什么金龟子什么这些都算是不是 对对对对 其实金龟子还太逊了一点点 他们最喜欢抓的是那种独角仙 秋行虫 有没有看过天牛 其实有一些日系的车子的广告都会弄出一个独角仙来 难怪 那有道理的 对对对对对车子上面我们常常有看到这 我想说这为什么 为什么要有这些 原来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喜欢抓这些东西 对 然后他们觉得哇像这个独角仙 这个抓起来就可以跟朋友炫耀 男生女生都一样吗 女生当然少一点点 男生特别啦 可是因为日本他们也很鼓励小朋友去大自然 所以呢抓虫一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正面的小朋友的休闲 可是像他们生活在比如说东京啊 这种都市丛林里面 还是大家还是很爱抓虫啊 比较上当然是难得多啦 可是你看他们这种动漫画里有常常讲说 东京小孩他们如果到乡下去看爷爷奶奶 他们就一定要去抓虫 是哦 对啊 包括那个大漫画家 有个大漫画家大家知道日本的漫画之父 就是首种制虫 嗯 他其实他的本名就叫首种制而已 他为什么加个虫制 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是所谓的昆虫少年 就爱抓虫 爱做标本 哦原来还有这样子啊 哇我们我这么喜欢看那个首种制虫的 什么怪异晴博士这些 还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虫 是日本的小朋友 不管哪一代 童年成长都很喜欢的 哦 契义 然后那个抓虫这东西你刚才讲到了嘛 就现在的东京不是那么容易抓到虫嘛 对啊 虽然很鼓励 可是抓虫这东西在现代工业社会越越难了 嗯 然后这一个田考智这个发明人 其实他小时候也很爱抓虫 也是典型的昆虫少年 然后进了这个任天堂 在任天堂的时候他呢就想出来了 就是说哎我们既然在大自然很难抓到虫了 我们在电玩世界里头来抓 抓虫不是很不错吗 嗯嗯 所以就想出来了那当然不要单纯的昆虫嘛 对不对 他们就要想出这个其实也就是商业上面 我们要有角色可以卖角色 所以他就想出这个Pokemon 哦 所以各种各样的神奇宝贝其实是虫的化身啊 嗯 类似像 应该这样联想过来的啦 所以你就可以在里头抓 而且呢抓虫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是社交的一部分 小朋友社交的一部分 你可以跟朋友炫耀啊 哎呦我抓到这个虫你没有吧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而且呢可以交换一下嘛 对不对 小朋友最早的社交就是哎我有这个 你有这个 然后我们来换一下嘛 对不对 就像小时候不是那个都玩那个昂阿彪 有没有 对就打来打去嘛 然后什么弹珠啊 然后有那个卡啊等等 对对 又好像这个就就能够理解了 对不对 没错啊 而且呢我们小时候其实台湾的话 到底没有养什么虫啦 我们小时候 哎早一点的大家讲说 自然课要养蚕宝宝 对对对 只有蚕宝宝 就蚕宝宝 对 早一点的搞不好还有养蟋蟀 现在这年头蟋蟀也不常见了 就养蚕宝宝 不过蚕宝宝没什么好交换的 你也蚕宝宝 我也蚕宝宝 哈哈哈哈 对到底谁吐司吐的比较好 就很难比 对对对 可是在日本的话 他们真有这样的行为 然后再转移到电动里头去的话 电玩里头去的话 刚才讲到这个pokemon 就是他这个任天皇当初的这个 他们的这种伤法有多么 我们讲多么健 好像有点点太过分了 就是说有多么精妙 他们那时候还出两种版本 就是说我的电玩有两种版本 你买的时候有一个红版 有一个绿版这样子 这什么差别 他们抓到的从不一样 所以呢 小朋友那时候他们这个用的这个游戏主机叫Gameboy 是这个任天皇最早的这种可携带的这种游戏主机之一 然后呢 你买了这个Gameboy在那边玩的时候 你一种版本的这个pokemon游戏 只能抓到某些的虫 那你要收集别的虫怎么办呢 跟朋友交换 所以他最早的话是有对战线 就是那个线插在我这个主机上 然后另外一头插在另外一个朋友的主机上 然后两个人就可以连线可以对战 而且还可以交换 我打赢了 你的虫给我吧 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有一个线就对了 对 最早的时候 就大家的对战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雏形 基本上就是从抓虫来的嘛 所以他们还蛮厉害的 就是从这个来发展出来 大家又可以玩 然后又有比拼 然后又发展不同的这个机型 好像是那个什么红队跟蓝队 什么对抗之类的 对不对 像兵棋推演一样 对啊 两方不同阵营 嗯 靠这个东西赚大钱嘛 你看二十几年前发明的 到现在哇 还可以继续赚 这是太厉害了 可是他中间是 的确是沉寂了一段时间了 其实说沉寂嘛 那是因为奶精你不大玩电玩 其实他又没有太沉寂 真的吗 对 他一直有推出新的 我非常不玩电玩 对 他只是一直搭配着各式各样的主机 那最主要就是携带型主机 因为他一直要有这个概念嘛 就是你是随之随地抓虫的昆虫少年的投射 所以他从最早的Gameboy一直到后来的主机 其实都一直都有 但是他这一次的那个Pokenon Go是不一样的 他现在不是他就是下载在这个手机 其实你要知道任天堂对于手机游戏 其实是非常非常抗拒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本来的这个Gameboy 这种所以3DS这些手机 这些主机都是携带型主机 你知道携带型主机最大的敌人就是手机 因为大家用手机玩游戏的话 你携带型主机的意义就消失了嘛 对不对 那对他上面也很难有独占的游戏 任天堂他自己有原来的主机 有原来的游戏 现在被手机分一杯羹他当然不爽 可是抗拒了这么久 终于不抗拒了 然后终于合作了 然后做出了这个Pokenon Go 果然 因为现在手机的普及太高了嘛 而且呢刚好戴上 我觉得应该有某个程度的怀旧吧 那个欧美那边 其实呢那时候任天堂过去 哇真的是也是势力非常庞大 当然美国的小朋友很多都玩过 他们没有什么机会抓虫 可是Pokenon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童年回忆 其实老实讲很重要 就是大家有一点那种怀旧的这个心情 然后所以呢 看到这个他可以在大家那么方便的这个手机里面呢 这些精灵宝贝呢 又回到我的这个生活里面来 就很想要再去拥有他去逮捕他 然后对于新的新一代的游戏家来讲的话 他又跟这个实体的结合 又增加了很多的这个趣味感 您有那个吗 您有玩过吗 台湾现在还不能够下载 现在就是锁区嘛 对对 很多人都叫我翻墙 我身为老师怎么可以再多 其实翻墙还不算什么大做 对了 你以前有玩吗 你以前有玩过那个金银宝贝 有啊 只是我不是重度玩家 第一我这个比其我是昆虫少年 不如说我是读书少年 比较静态 因为身体也不能说身体不好 就是比较懒 所以呢我在家里读书的情形比较多 所以呢比较不触碰抓虫 所以呢这个抓虫对我来说太累了一点点 很好我喜欢这种人 所以朋友都在玩pokemon的时候就说 哇收集这个好累啊 那您玩什么电动玩具 电动玩具当然玩很多啦 这个其实RPG玩的最多啦 RPG 是干嘛 Final Fantasy系列的 就是那个最终幻想啦 有很多多二龙啦 或者是西方的啦 哎呀这个讲的你都都都 用茫然的眼光看我 非常茫然对 完全没有共鸣啊 这种 创世纪好像很红不是吗 很红啊很红 西方的RPG的那个始祖之一嘛 巫师啦这些东西 Wizitory 这个大概就是最早台湾 引进电脑的时候 大概是我念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有那个PC主机啦 Apple 2啊 那时候引进的时候 同时引进来的游戏 那台湾那时候有本土的啦 比如说什么 哎总该听过吧 什么轩辕剑啊 仙剑奇侠啊 这台湾的 哈哈哈哈 因为老师看我用 扎着我这很小的眼睛 还是一脸茫然 乃琴是好学生 我不是好学生 像我们那个 我是没耐心 哈哈哈哈 我非常的没有耐心 我连那个去赌场啊 玩那个吃饺子老虎啊 我都觉得 哎怎么玩半天玩不玩啊 哇 这是好事 就是你会不会觉得 这也没有大传啊 就一点点再继续玩 就觉得哦 好累 好像在做重复的工作 对不对 对我就觉得很没耐心 然后那个像 最简单的 就是那种什么 俄罗斯方块嘛 我到玩一玩之后 我就想说 让它通通掉下来吧 就死掉就算 非常没耐心 然后第一代的 早期的那个手机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Nokia的时候 不是有很红那个 贪食蛇吗 贪食蛇对 对 你是不是也没耐心 还好就是 对对我就没有 没有什么那么大兴趣 我对于那个赛车 就那种有速度感的 赛车我觉得还不错 对可是赛车在手机上很难玩 很难玩 对对 所以就要玩那种 玩这个游戏 以目越大越好的 对对对 要游戏机 然后赛车 或者是那种设计 OKOKOK 丛林那种的游戏 这我们就好玩 比较有动感嘛 非常有动作派的 对啊 可能动物本能比较中意的人都喜欢 我自己也喜欢 对 我喜欢飞行的 所以飞行的话 如果这个台湾还有很多飞行模拟的玩家 如果你计数过都知道 他们在硬体上都要花很多钱 因为要飞机摇杆啊 要那个座椅啊 要那个踏板啊 对像我家里的 像飞行模拟的这种东西 零零钟钟 加起来都几万跑不掉了 这样子 是哦 对 所以你应该 应该那个你的学生很爱去你家玩这些东西吧 呃 我太太不准他们来 哈哈哈哈 师母这招也是有道理的 对对对 否则大家 大家经营出出那边 只为了玩电动玩具 对 也是个太混乱了 那你的学生应该很喜欢玩神奇宝贝这些 对啊 其实他们就一直跟我讲了说 哎呀 老师啊 你看到时候台湾开放的时候 要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外面出现了一只水精灵 我要出去抓 老师可不可以让我出去抓 我说你想太多了吧 哈哈哈哈 请专心 你们看到前阵子的那个新闻啊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中央公园 对对对 Central Park 我以前太太留学的时候就在旁边 然后那个边 平时这个没有那么热闹 你是NYU的吗 呃 它是这个City College City College 也是他们City College里头有好几个校区嘛 是是 它是比较靠Central Park 那个Unter的那个校区里头的 嗯 然后 那时候我去看Central Park 就是Central Park嘛 中央公园嘛 哇 那你看那个转播 好多人啊 好多人啊 说出现了什么水精灵啊 出现 大家去抓 对不对啊 所以我就说 任天堂这个旗下的非常好 就是它跟这个的结合 其实很多人讲说 这一次的这个任天堂的这个热潮 就是这个Pokemon的热潮 证实的未来的游戏的趋势是在AR 不是在VR 这个乃静有概念吗 AR跟这个VR 对 这个扩充实践 跟虚拟实践 对 我刚才不讲到我喜欢玩飞行模拟吗 对 飞行模拟的人注意的全部都是VR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头盔戴上去的话 你就好像自己是飞行员 嗯 我自己就有买 就是现在的这个VR的话 就是HTC的这个Vive 还有另外一个是美国的Oculus Rift 这两个我都有买 其实花了不少钱 是哦你已经买了 花了五六万块 不敢跟太太讲 可是老师我请教一下 你买那个器 你买那个设备 可它里面它必须要有套装的这些软体 你才能够去享受 现在不是说 当然当然 现在不是说它这个软体的这个部分 可供玩乐的剧本还有限吗 已经相当多了 如果其实最主要是HTC的话 它合作的对象叫Steam 就是增弃这个字 可是如果玩家都已经知道 它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游戏平台 它意思是说 它的网路上面卖你游戏 以前这些游戏 我们都不知道到电玩的这个专卖店去买嘛 这游戏的专卖店去买 买那些CD片回来装 DVD回来装 现在不用了 现在全部是透过网路 然后那个Steam上面 游戏直接在那边上架 直接在那边购买 如果你去上去看的话 现在这种支持VR的游戏 已经有到三四页 已经几百个游戏了 这么多啦 只是它不是那种 我们通常能见度最高的 是所谓的3A级大作 什么意思 就是非常 你只要想说 是非常豪华的 扎了非常多钱 卖出去 非得要几十万套 才能回本的那种 叫3A级大作 那我现在还是没用 通常独立制作的是最多的 就是比较小个公司 可是很有创意的 理由有很多 那VR的游戏已经相当多了 那你觉得Oculus 跟那个HTC的相形之下 两个比较起来呢 其实这个网路上 已经增加了很多了 对啊我看 跟你是实际用的 各有各的好处 这个Oculus Rift的话 它的工业设计上面 比较成熟的一件事情 是要比较轻 然后戴起来的感觉 是比较舒适 然后它的耳机也比较好 可是呢 HTC有另外的利点 它的定位非常的精准 它是所谓的Room Scale 它一直主打 就是说 你这Oculus Rift 你只能坐在桌子前面用 我这个东西的话 则是可以在房间里头 侦测我身体的动作 它有一个 它有两个 它就比较灵敏就对了 它有两个 这个他们叫做 像灯塔 他们叫做定位器 然后你在房间里 动来动去 它可以追踪你 所以等于说 你用这个Vive的时候 你可以在虚拟空间里 走来走去 可是Oculus Rift 你只能在一个定点 对 那这个感觉起来 HTC比较有竞争力 是啊 那你在玩 你在玩这些电外的时候 这些游戏的时候 不是比较更过瘾一点吗 所以如果它以后 比如最有名的 可能奶精最喜欢的 它有一个叫做 这个宇宙海贼训练游戏 训练你当宇宙海贼 其实是一个射击游戏 就好像你是一个宇宙海贼 它就置身在一个宇宙空港 然后四面八方会飞来 这个飞行器 然后你就把它打下来 就是拿着HTC的 它这两个操作手把 变成两把 化身成两把枪 就在那边射它 OK 那就是很刺激啊 四面八方都有啊 而且你要伞它 爸妈看到应该就是 觉得吓坏 对 这孩子是疯了 在旁边看的时候 还蛮蠢的 就跳着一个很神奇的舞步 因为你在那边闪嘛 可是排便了 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所以其实还蛮蠢的 实话 可是呢 真的是 好玩的 好玩好玩 所以刚才讲到了 就是玩飞行模拟的 就爱这个东西 喜欢VR VR 因为觉得就在坐飞机嘛 你头转到哪个方向 就是就可以看到哪个方向 真的很立体 非常立体 那为什么喜欢 那个像任天堂这种 是AR呢 AR的话 他们讲扩增使劲 扩增使劲 有人做一个比方 我觉得超妙的 他说这个VR 就我们台湾的这个比喻 就是观落音 就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时空下的东西 叫观落音 然后呢 这个AR叫做阴阳眼 他扩中时尽 就说我看到你身边 不只是你 旁边还有一个某某的 在我们这个游戏里头 就是有个Pokemon 在那里旁边 也就是说你透过这个手机 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另外一个世界 是跟我们真实世界 是叠合在一起的 是相处在一起的 这个不会很错乱吗 其实还好啦 就因为是透过手机在看的 那当然 在现在微软 他们现在有一个 开发一个叫做Horror Lens的装置 就是戴在眼镜上面 这个也要讲到一点 这个动漫化喜欢的 真的是阴阳眼 你刚刚讲的扩充时劲 扩充时劲 就是他看出去就像有点像 我觉得好混乱 他们有游戏王 就召唤出什么 亲眼白龙 你就看到那个怪兽 真的出现在空间中 我觉得这个老师好棒 好有现场感 就伴随在你身边这样子 然后可以对战 那走路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很奇怪 他走在大马路上 他一直在那边闪来闪去 他旁边有好多东西 如果你是戴眼镜的 有人幻想未来 可能就真的是这样子 那现在还好啦 现在是透过手机 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手机不是有摄影机吗 对 摄影机在看世界的时候 他就利用这个摄影机 在叠合上刚才这一个 这个Pokemon的App OK APP 把他的这个Pokemon的影像 叠合在一起 所以他那个软体 其实是一直在跑 是不是 Pokemon他的原理 就是他的软体一直在跑 所以他的这个宝物 有时候会出现在这里 会出现在他的随机设定 其实他不只是 跟摄影机叠合 他最主要的叠合 是跟GPS叠合 当然有听说过 Google Map 其实当年 他在发展的时候 大家在想说 Google在那边做佛心 干嘛要做建构 全世界的Map 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眼光很远的 他未来有很多结合 包括跟商业上面 卖你地图这些东西 结合就罢了 现在最大的结合 你看跟游戏结合 所以呢 这个做 跟任天阳合作的这家公司 其实本来是Google的 一个工作室 只是现在独立出来了 他在Google底下做的时候 就曾经开发过 就是跟GPS 结合的游戏 真的啊 他一开始开发的时候就有 我还一开始开发的时候 不会想到游戏这块 其实已经有了 太神奇了 所以刚才讲到说 这个有些评论就讲说 从任天堂这一个游戏 我们可以知道AR才是未来 VR训调了 其实根本都弄错方向了 AR其实早就有了 其实因为只是因为 它跟这个Pokemon结合的非常好 所以它现在才会大红 其实AR的游戏本来就有了 刚才讲到的就是Google这家公司 它这个工作室 这个Arctic就是帮任天堂 做这个游戏的这个公司 它其实在Pokemon Go 这个游戏之前 有一个游戏叫Ingress 它其实就是一个在网路上面 大家透过这个AR 可以聚集夺塔 然后对战的一个游戏 可是没有人理它 应该说不算太红了 够有在玩家里面造成话题 可是一般人都不知道吧 江凯基你一定不知道吧 完全不知道 其实它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 就是透过GPS 然后就是给你一个扩重使劲的世界 然后在这个世界底下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有对战 然后争取资源 然后有些点 你要去那个点 那么抢资源 但是概念是一样的嘛 概念是一样的 然后那个点 基本上就是我们GoogleMate上的点 然后我们在台湾的话 常常就是喜欢用那些什么 电线杆啊 那个便电锁啊 那个便电箱 因为上面有号码嘛 然后建议那个 锁定地点 对 然后在上面就大家聚合玩家聚在那边 然后抢夺一些东西这样子 看起来好 感觉起来好蠢 对 一堆人聚集在电影 变得像旁边在干嘛 对 可是他就是把这概念 你看跟Pokemon结合 就变得超赞的了 对不对 所以厉害厉害 就是说这主要是Pokemon 它Pokemon Go 它把那个 他们过去对大家来讲 是记忆中 很想念的这些精灵宝贝 通通都召唤回来了 您现在听到的呢 是中原大学物理系的副教授 Zero老师 来跟我们谈这个Pokemon Go 我们知道了好多 原来不知道的事情 真的蛮有趣的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回到98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的现场 再听听Zero老师 要告诉我们其他有趣的事情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尹乃金 我们继续呢 邀请中原大学物理系的副教授 许晶玲 Zero老师来跟我们聊 好我们这个 其实我现在自从老师讲说 他家里有两套 虚拟实境的 玩具 设备之后呢 一整个心思都已经分散了 就很想要去带来 然后来试试看 你现在最喜欢玩 你说里面那个就是 就是宇宙的那个游戏吗 对对对对 就是宇宙海贼训练器 宇宙海贼 它就是一个射击游戏 现在很多很赞的 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叫做宇宙沙河 就是你就好像上帝的试点 我们是我是物理 好歹也是物理系的老师嘛 对不对 什么叫好歹 所以我们那个宇宙沙河 就是完全 我们可以用物理学的眼光 去建立一个宇宙世界 然后呢 你就好像扮演神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 我可以说 太阳就放在这边 地球就放在这边 然后看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我可以把月球拉着 跟地球很近 他们两个就会因为万有引力 吸在一起 撞在一起 大爆炸 超有趣的 你就是神了 就在摆弄整个太阳系 不只是太阳系 银河系 你都可以玩 老师基本上有点恐怖 他刚才那种兴奋的表情呢 感觉上好像是那种恶魔 所以你应该把它拉近 我觉得 他刚才说 把地球跟月球拉近的时候 我还想说 是不是要变成像 比如说很大的海潮 或什么 他竟然这样让它大爆炸 可是因为 他是遵循的万有引力 所以你这个模拟 你看的时候就会很感动 觉得这个物理的定律 如果这个就主宰整个宇宙 如果我们把它这样子 这样子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师有没有看过 那个大陆很红的 那个小说三体 有啊 当然有啊 所以它里面讲的 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宇宙的世界 其实他讲的是实话 三体在物理学上 是一个很有名的问题 因为它太难算了 它是很难算出一个 其实大家想起来很意外 这种二体 就是比如说地球跟月球 很简单 可是再加上第三个 假设我们地球 如果有两个月球的话 而且质量都差不多 这个运动的轨迹会很乱 因为三个都会互相影响 这个东西在数学上 很难解很难解 所以整个三体 那个小说的根源 就是来自于这个物理问题 是吗 对啊 看完了 现在的话 则有很多人用电脑 看完了 完全这个重点都不一样 对对对 它当然是从这个东西出发 后面还有扯一大堆 对对对 扯的太多了 不过我还蛮喜欢 那个小说的 它很厉害 非常的有想象力 而且它也并不是 完全没有根据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像刚才那个三体 是真实的 真实的 然后现在大家用电脑模拟 某程度可以模拟到一定程度了 可是大家还晓得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 所以行星运作这些都 对啊 很妙 对啊 那至少电脑可以模拟嘛 所以在VR里头看到 你就觉得很感动啊 好有趣啊 这个东西 对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在这个电脑游戏 就是在这个电脑的这个 虚拟实境的这个游戏里面 它模拟的这些的状态 其实也有可能提供一个 我们去印象 对啊 或者说去计算 对 真实的宇宙 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很有教育力啊 我们的未知太多了 不是吗 对啊 所以VR这东西好用的一个原因 就是它出了这种游戏 对不对 因为我们晓得现在游戏 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些游戏引擎 这些游戏引擎 就是建筑一个虚拟的世界 让它遵循的一些特殊的规则 这个规则某个程度 可能可以跟我们的物理世界很像 有些搞不好是超人的世界 你在里头跳得可以超高的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跟VR的结合 你就可以体会一下 如果你变成超人了 你变成超级英雄了 会是怎么样子的感觉 没有地心力就可以飞了 对啊 不过当然啦 方向不能控制 VR就是让你有感觉 就是说啊 视觉上的 你身体的感觉 大概还是逃不了了 未来啦 老师你那个 有没有想到说 你不要再继续教书了 你应该去这些游戏公司来去 帮他们写这种程式 好好在那边征求一下 这个服务生业了老师 这应该蛮过瘾的 好我们现在要来聊一个呢 就是电影 是蚁人 我看这个蚁人这部电影 我其实不太能够 我不太 它是一个连续性 它也是个漫画嘛 对对对 然后它也后来也是跟这个复仇者联盟 他们有结合在一起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就一般来讲 其实很难想象 因为就超人来说的话 总是要力量很大 然后那个很 很恐无有力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 这些装置 很难想象说 一个说得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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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蚁人 他能够发挥些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很 这个很特别吧 对不对 好 坦白说的话 这个有一首同学问我说 就是这个蚁人缩小了 到底有没有像电影里头 那样的威力 在电影里头 蚁人缩小当然很方便啦 你要偷去哪里都很方便嘛 对不对 尤其是这些问我的同学 都是一些男同学 他们的幻想变成蚂蚁以后 他可以去哪里偷看了 我想说都一些想一些坏事 不然我觉得呢 同学 男同学这样太没志气 只想到缩小去偷看而已 这也太没志气 可是至少这个蚂蚁我们可以想象到 他很方便 就是很小 可是力气呢 在剧中他有一个讲说 他虽然身体缩小了 力气却不变 身为物理系老师 我必须说哪有这回事啦 不可能对不对 对啊 哪有这回事 OK 这个是不大可能的 大家有学过 最早的这个牛顿力学 这个小说有听过 牛顿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吧 有吧有吧 有有有听过有听过 内容是什么不记得 对对对 我每次都要逼问乃静一下 对对 看我就很心虚 有有有有 OK 这个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里头 最有名的是第二定律 第二定律的话是F等于MA 有印象吗 F等于MA 没印象 来来来 这个讲一下就回来了 力量 力量 等于质量乘上加速度 这个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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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吧 对对对 那我们晓得 这个质量越大 OK 加速度越大 你就需要越大的力量 这很简单嘛 比如说我们要推一个瘦子 和推一个胖子 你如果要让他 同样的加速度的话 那推胖子比较难嘛 因为胖子质量大 OK 所以你的力量跟质量 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个东西其实用物理学来讲 好像哇 好了不起 可是其实大家实际上 生活经验一定知道嘛 这是common sense 亲的东西打到你 感觉都没有嘛 对不对 重的东西打到你就很有感觉嘛 一样嘛 蚂蚂蚂蚂实在太轻了 太小了 所以基本上你的力量就一定得小 因为它质量太小了 就算是有很大很大的加速度 可是你只要想一下 我们物理学上只要换算一下 就知道了 你要达到那么大的力量 不变的话 你的加速度会大到 它一拳出去就超音速 OK 甚至是音速了好多倍 那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超音速的话 也会造成其他的麻烦 会造成音波震荡震波那些东西 所以而且它根本就站不住在地上 所以蚂蚁变小了力量不变 这个东西只存在于科幻片 这件事情很悲哀 很遗憾 但是呢我们必须说 为什么漫画会有这个想象 原因是因为我们最喜欢讲 蚂蚁力量很大 我们要知道力量很大 其实是对比的 是跟什么东西对比 是我们跟我们人的体重来对比 所以我们想说 一个东西力量大力量小 通常是有一个对比基准 而那个基准通常就是你的体重 我们人可以举多重的东西 乃金有想过吗 没 看大力士有没有看过举重 那是举重比赛 对对对对 你们举重比赛 大家举的很重很重 然后最后放弃 大概是放弃乃金 忘记了 那个举重举到 这个冷笑话 举到最后他举不重了 他就会想说 珍重再见 珍重再见 真的有点冷 他举到最后就觉得 珍重了 要再见的时候 到底是多重呢 通常是他的体重的两倍左右的时候 我们一百多公斤的人举到两百多公斤 差不多就已经极限了 所以我们人类举自己的体重两倍 差不多是极限了 可是蚂蚁呢 他可以举到自己的体重的几十倍 上百倍 真的假的 对 不是问题 是哦 所以你看蚂蚁要举你那个 饼干穴跑得飞快 对不对 对 那个饼干穴只是要体重好几倍 对他来讲差了好几倍 有道理 对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其实是非常单纯的物理学 就是说我们的体重 是跟我们的长度的三次方成比例 是哦 长宽高嘛 对不对 我们想要一个物体 就是长宽高 对不对 然后所以是三次方嘛 那你的体重是跟体积成比例 所以体积是跟三次方成比例 那重量也是 所以你一旦缩小了 我们的体积 我们的重量会缩小很多 对 可是你的肌肉是跟什么有关呢 是跟我们手臂的洁面积 面积 哦是哦 对不对 我们肌肉有多强 其实是看我们的手背有多粗嘛 我们手背有多粗的意思是什么 是看我们的洁面积洁面积里头有多少肌肉纤维 所以洁面积是面积 它是跟长度的平方成比例 可是它是不是需要结实 还是说它只要面积就可以 当然 当然结实是也是一个条件 可是我们说 如果我们的职材 和它的那个原来的这些强度都不变的话 它主要是跟你的洁面积是有关的 对不对 它一堆啪啪肉有什么用 对对对 好 啪啪肉的话也还是 粗的啪啪肉 还细的啪啪肉还是有差的 好 所以当缩小的时候 它为什么会有力量 缩小的时候 它的肌肉缩小 是随着洁面积而变化 可是洁面积是平方 可是你的体重是三次方 所以两边缩小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 变成二分之一好了 变成二分之一 你的体重会变成八分之一 可是你的手背的洁面积 你只会变成四分之一 其实这样一比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的肌肉不会缩小那么多 可是我的体重缩小更多 所以这样一比的话你可以知道 像如果我们用最单纯的计算 如果有一天我发明了一个 哆啦A梦借我一下 我有一个缩小灯 我来照一下奶晶 奶晶你被我缩小的跟蚂蚁一样大 蚂蚁大概多大 蚂蚁大概手笔一下 对对对 大概是人缩小了一千倍左右 那缩小一千倍的话 你的体重会变成一千的三次方倍 就是百万分之一 可是你的这一个 手臂 手臂 OK 刚才不只是百分之一 因为是一千的三次方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得进一下广告了 进广告之后回来呢 算好 对对对 我们进广告之后呢 到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继续请Zio老师来跟我们谈 人缩小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的节目现场 我是尹乃金 我们继续请中原大学物理系的副教授 Zio老师来跟我们讲蚁人 好我们因为这个同时也在看 这个股市的这个指数的表现 然后我们第一段一开始的时候 讲到那个Pokemon Go 现在在股市也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真的真的 就说是等待已久的AR杀手应用吗 正是老师刚才讲的呢 对 对呀 不过我一直说 其实最主要是 但是大家不要被误导了 重点是在于Pokemon 不在于AR AR我们刚才不讲过了吗 现在也有没有红 所以最主要是Pokemon 而且Pokemon这个东西跟AR的结合 真是太好了 到处抓Pokemon 这东西非常符合它的宗旨 跟这个游戏跟AR结合得还好 才有的话题 而且我觉得游戏跟这个实境结合 就是跟现实世界结合 反正就很有吸引力 是啊是啊 我觉得好好笑 我也看到一个新闻说 有一个女生 她在她的结婚典礼上 大家就说那个婚礼现场附近啊 就出现一个不生气宝贝 就大家都拼命跑去抓 这是来破坏人家婚礼的啦 我想那个新郎可能自己也很想出去抓 只想他如果去抓的话 他这辈子没有什么好日子过了 现在不敢动了 真的真的 好我们回到这个蚂蚁 算了半天了 这个听众朋友不要头昏了没有 其实还好还好 缩小了1000倍对不对 然后他的三次方的话 就是1000的再三次方的话 其实就是大概10亿倍 所以如果奶精你被缩小了 你体重会变成十亿分之一 好轻吧 对不对 那可是你的肌肉呢 因为是跟面积的平方 OK 而变化 对 所以如果变成1000分之一的长度的话 那你的肌肉的洁面积 会变成百万分之一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对而言的话 你的体重减轻那么多 可是肌肉却没有减轻那么多 所以相当而言 就是你可以举起你的体重好几倍 上千倍 其实严格来讲不是问题 好粗犷的一个人 好粗犷的一个蚂蚁 所以呢 这么小气 我这么结实 对 没错 所以蚂蚁超赞的 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想要像那个什么 跳蚤 对不对 跳蚤大家都好讨厌它 可是呢 如果以运动学员所的眼光来讲 这个跳蚤超厉害的 我们如果来做比喻 它相当于跳蚤可以跳到高度 你看我们小的 跳蚤可以跳到猫的身上 跳到我们大腿 如果以人来做比喻 它相当于人可以跳过艾菲尔铁塔 这么高啊 好厉害 所以也是一样的原理嘛 也是一样的原理 身体太轻了嘛 不还好那个漫画 它只有把它变成是蚂蚁蚁人 有没有 对对 它变成跳蚤人 感觉就很不舒服 跳蚤可能还好一点点 变成蜡蚁的话 就不要它怎么办了 人生就这样毁了 它只好加入 跟这个复仇者联盟 这个对面的 对面的那群恶霸吧 就是感觉起来很不舒服 不然它这个很有创意了 就是怎么会想到 是一个缩小的进去 而且它后来什么进入 像它的太太对不对 它太太就缩小 然后进入那个量子的世界 这个是物理很长了 我们时间不够了 以后有机会再聊了 可是这个量子世界 的确是说我们在物理学上 常常问 如果我们的尺寸 缩小缩小缩小 有没有极限 然后缩小到一定的程度 又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 这是物理学上 很爱问的一个东西 那它当然有引用这个概念 那主角说到一定的程度 又跑回来 这在物理学上 我搞不清楚是什么回事 是电影嘛 它都能回来 对啊 可是这个就是最吸引 那个皮姆博士是不是 最吸引那个皮姆博士的地方 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印象最深 就是那个皮姆博士 麦克道格拉斯先生 您也老太多了 是的 我们这个同年纪的人 看到他都会感叹一下 对啊 所以他应该 他应该有去做 他脸应该有去打 我就不是太自然 或者老婆这么年轻 利塔琼斯 对对对 所以他年纪变 会有点 老太这也不能怪他 这个有这么漂亮的太太 可能平时比较累一点 什么话 所以他一直研发 皮姆博士研发 他可能是想要烦恼还童 就不小心变成了 只是缩小 可是当那个男主角 他成功的在缩小之后 回来之后 因为他太太就回不来了 所以他就开始好奇这个部分 在漫画的 有另外在发展吗 其实他有好几个平行的故事 其实漫画现在都喜欢讲 因为他们美国多久 都要重开机 所以是一个平行时空的概念 所以在很多代理 其实基本上 在这个漫画里 其实没有什么 太多的对这个琢磨 可是电影里头 我觉得搞不好 他是当过一个伏笔 未来他怎么样子不知道 不过 当然啊 这一个皮姆博士的太太 在剧中可能也没太多人关心 所以可能未来没有太多的表赛 但是皮姆博士的这个女儿 OK 当然是个重点啦 那未来 这个会不会再用到这个梗 缩小以后 到了量子世界会怎么样子 其实应该来讲 就物理眼光 这会跟X战警里头的 那个幻影猫 有点关系 什么东西 好好好 有机会我们再聊 幻影猫是一个可以穿墙的 这一个角色 穿墙这个东西 这我们都觉得不大可能嘛 对不对 不会啊 中国武侠小说里面就有啊 穿墙 穿墙 有啊有啊 穿墙 穿墙 倒数 有啊有啊 对啊 武侠小说里面有啊 穿墙 那已经到见先的程度了嘛 对不对 穿墙的话 我们可以缩骨弓 从一个洞过去嘛 穿墙的话 除非把墙撞破吧 换数啊 换数 对不对 你如果 这个武侠小说的世界也很广的嘛 对不对 如果你要遇见飞行啊 那些东西都可以做到的话 穿个墙也好像很合理嘛 对 所以幻影猫就可以穿墙 人家是科幻片 我们要科幻的解释嘛 对不对 当然不能说 哎呀 我这个其实就跟哈利波特一样 是吧 那大家就扎电视 是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也真有科学的解释 对 你少来了 那个穿墙 其实也不是什么科学 穿墙是我有科学解释 怎么穿 好吧 我们 我们这个物理学上的话 就是说跟这个量子效应有关 当然这是长篇大论的啦 可是跟量子效应有关 就跟刚才讲到了啦 拼命博士说 如果缩小了 蚁人缩到太小 就会掉到一个 这一个量子的世界 所以呢 本来过不去的地方 就过得去了 这就是穿墙 这合理啊 对 可是当一只猫或是一个人 他可以穿墙的时候 他本身要被打散啊 是打散呢 还是缩小呢 真的吗 我们要下次再讲吗 对 真的是讲不完 我们把这一个 弯子留到以后吧 好好好 这个请大家呢 也可以来这个思索一下 如果你有很好的解释的话 欢迎你po到我们的 酒吧新闻台的脸书的官方粉丝团 非常谢谢ZERO老师 带给我们精彩的内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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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